警方就德爾斯案 拘捕創辦人許明信和他的太太 兩人涉嫌專謀鵝騙 警方趁兩夫婦在港澳碼頭回香港時拘捕他們 鳳文杰報導 被捕的德爾斯創辦人太太 55歲 姓年的女士 戴著鴨舌帽 用背囊掩面 由警車送到軍器廠街 警察總部 她61歲的丈夫 德爾斯創辦人許明信同樣被捕 警方說 兩人懷疑村謀鵝騙 警方在星期一中午在港澳碼頭 趁兩人返港時拘捕他們 德爾斯上星期突然全線結業 許明信兩夫婦一直沒有露面 警方於是在上星期四通緝他們 而超過20名德爾斯員工代表 在官堂出席勞資調解會議 他們批評勞工處未能協助他們 星期二會向勞工及福利局局長張建忠請願 我們從8月3日到現在 我們都發覺勞工處不斷在重複他們既有的程序 完全沒有做一個協助簡化 或者是加快我們的申訴要求 是沒有的 到這一分鐘都不覺得有 你覺得他們幫不了你嗎 就是勞工處不斷 絕對是 絕對是 所以我們要向局長反映 他們都是照他們那些書仔的程序 又說法庭那邊那些旗 他又控制不了 他們都很被動 諸如此類的那些官康說話 聽夠了 他們引用八百半倒閉的例子 要求政府行使著情權 給員工儘快透過破欠基金取得補償 NOW TV記者鳳文杰報導 Find 줌 Fi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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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Find Find F casos Find